我是21号我卡门 黄诗玲 爱你叶慧迪 我是狗狼美琴 龙慧迪 小韵黄欣玲 凤凌德 谈吐大方得体 台上这六位仙气飘飘的女生 正是第三十四届亚洲小姐竞选 马新区赛事的27强嘉丽 星期六 9月2号晚上 超过300人出席 场面盛大热闹的华总佳宴 暨媒体之夜 六位嘉丽惊喜现身 成为现场亮点之一 而华总总会长吴天权在致辞中 也特别呼吁来宾 到亚视新闻网站 为心目中的女神打托 我们有请在座的几位嘉丽 站起来好不好 欢迎在座的各位 下载亚洲电视新闻网站 或者是亚洲电文电子报 应用方程式 点击投写 你们心目中的女神 大会也特别邀请了六位嘉丽上台 还急性来个机智问答 毫无准备校的临场考验 嘉丽们如何接招 那假设现在正式委任 你成为我们沙巴州的游大使 你会怎么样向大家推荐沙巴州呢 首先我曾经推荐沙巴 有很多那样的小小的种族 好像海岛上的种族 当然也是有很多好鲜 很出名的好鲜 我们也是很出名的岛上的种族 像琴水 像哒哒哒的样子 接下来我们又请16号嘉丽 你不很简单的 告诉我们马来西亚有什么值得和驾傲的 当然我们马来西亚最值得驾傲的是 我们是个个多元文化的国家 然后我觉得 我们马来西亚的食物 种类也是很多 那就代表着我们马来西亚不同的文艺 不同的种族 不同的风色 跟我们的风景 谢谢 好 谢谢 好 我们请最后一位是21号加利 总结今天的进场观点 你会如何总结呢 好 谢谢 我们一起来 配比掌上 谢谢 我们今天要不要来个掌上 巧妙地回答主持人的提问 赢得台下掌声 机智问答还可以顺便为决赛来做个预热 不过一切都来得太突然 加利们坦言 当下其实很紧张 有被吓到的 因为原本只是以为是交流 但是我们上台的时候 原来有问我什么问题 非常的紧张 好像在考试的感觉 也是会害怕担心自己答不出 可是觉得蛮不错的 因为我很有自信地在台上讲话了 我就以最好最有体态的那种表现 或者是回答方式 去给大家这个答案 我发现到很多加利是当他们被逼到上台的那一刻 他们会突然间发光 亚洲小姐2023马兴赛区竞选决赛 将在9月24号 在仙境古城太和殿隆重举行 成功突围的冠军得主 将代表国家出战中国上海的总决赛 哪位加利最终能脱颖而出 华丽起航 魅力绽放 就要看谁更能在决赛当晚 顶住压力 超常发挥了 她们根本正在决赛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